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看到大佛 还可以看到我后面的纳车经过 相信大家都猜到我今天是来到岗平 这里的市集除了可以打卡之外 还可以认识大嶼山自然景观的好去处 岗平位于大嶼山、凤凰山山腰的一处高地 随着全球最大户外青铜座佛 天坛大佛在1993年正式开关之后 成为本港其中一个重要的地标 如果想过来岗平游览 最常见的方法就是乘巴士或岗平纜车 来到岗平市集这里 有没有觉得两边的建筑很古色古香 看下去是否还像去了江南的园林 岗平市集两旁大部分建筑 设计以白色墙身搏黑色瓦片为主 富有传统中式建筑的特色 而这里也有20多间餐厅和商店 可以换足大家吃买玩的需要 而这里也有不少的打卡点 就像这个祝福鼓那样 就有8组不同的祝福字句 在这里打卡 将祝福送给亲友都不错的 嗯…选哪组呢 而在旁边的圆形广场 这里不单只可以拍到天壇大佛 和附近山峰的景色 也可以与中式建筑合照 而市集 亦有一间由渔户处管理的自然中心 里面的互动展品 会介绍大余山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 让我进去看看 Ricky,为什么会在市集 设立自然中心? 渔户处2008年 在岸平市集中 设立了岸平自然中心 并且回新后 在2021年11月重新开放 为访客提供交友资讯 和自然导赏服务 中心也免费提供地图 以及借用行山像服务 这里的互动展品特色是什么? 这里中心有三项的互动展品 第一是细说大余立体投影故事书 访客可以用手 勃动投影书无耳翻页 阅读当中对大余山文化 和历史的介绍 第二是特色大余互动游戏 可以让访客认识大余山的生态 和天然景观 第三是岸平走一圈 利用立体模型 配合投射影像 和无耳渡航 展示岸平自然步到 三条路线的特色景点 和天然景观位置 不如我们看看凤凰山段 凤凰山段 就是香港的第二高峰 就是上到凤凰山顶 然后再沿路折返 那就预约大概要四个小时左右 你们的公众导赏服务 内容又如何? 我们岸平市原中心 提供的免费导赏服务 每折四十五分钟 访客在中心出发 会途经多个著名的景点 例如凤凰观日牌楼 和树木研习境 最后就是心经柬林解散 游客沿途可以饱满岸平 独有的文化景观 以及认识本地的树木 和植物物种 加深对本地生态 和人民历史的了解 了解完大嶼山的自然环境 亦都认识下不同的文化 史书里面 就有一间中式茶馆 推广中国茶文化 今天还有茶艺表演欣赏 我们冲泡表演的茶 多数以工艺花茶为主 这个工艺花茶是沿绿茶 中间摘着可以饮食的花 它需要花茶 你期望观众透过茶艺表演 可以得到什么体验 来到安局院施责这些客 八九成都是外国客 这种茶比较光顺性 它们在饮食语中 可以看到花茶开花的过程 基本上 会否饮茶的人 都可以品尝到茶的滋味 来体验我们中国传统的茶文化 其实安平这里真的有很多东西 我也继续争取时间 去参观其他景点 好了,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